哈囉大家好 我是Louis 各位 明天呢就是我們這個 皇家大改版喔 那相信還有些人呢 對於要選擇哪一隻角色來培養 還在猶豫當中喔 那沒有關係 今天呢我就來簡單的做一些分析 以及分享一下我個人一些看法 看能不能對你的選擇有所幫助 那今天我的這些數據呢 都是那些韓服玩家 實戰出來的影片 我是從他們影片裡面來做參考的 那我大部分的是參考以上 這一位 這一位韓國YouTuber的影片 來去做分析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觀看 影片的內容呢 我是不會放出來的 所以就是像畫面上看到這樣 我是用記事本的方式 把基本的數據打出來 那有些會問我說 我去哪邊查這些韓服的資訊 那其實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 我們打開我們的Google 那你搜尋這個 新風之谷韓文呢 就可以找到我們這個 MappleStory 它的這個韓文的部分 那可以再找到這個 風之谷職業的韓文名稱 那你再到我們的YouTube 比如說我們要找我們的聖魂嘛 聖魂的話就是Soul Master 那你就直接搜尋聖魂 那基本上呢就可以找到了啦 就可以找到蠻多影片的 那再從這些影片的 這個YouTube裡面呢 再去看這個頻道 有沒有你其他想要查詢的影片 那如果真的還是沒有 因為可能其他遊戲也有這個職業名字嘛 那再加上我們的風之谷 那基本上就都是了啦 我是都用這個方法 來去找這個韓服的資訊的 比如說我想要看聖魂 我就像這樣子找聖魂 那想要閃雷呢 那就後面改成這個閃雷的韓文 那我就這樣去一個一個找的啦 那剛好啊 我看的這一位 他呢剛好有整理出 聖魂 破風 閃雷 烈焰 以及米哈翼 剛好他這五個呢都有做測試 那因為都是同一個人玩的嘛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看出一些 強弱上的差距 那還有另外一個暗驗呢 就是我平常看的韓國狐隱 那資訊欄底下 你都會放上這些影片的連結 大家不用緊張 好 那首先呢就來看一下 他實戰的這些數據吧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聖魂劍士 他這個是主屬755 451的B傷 9654 然後8000的錶公 那路西達第一階段 49秒就收掉了 所以呢 這代表這個聖魂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爆發的 那再來二階段 打了4分04秒 那頓凱爾呢 整體打了5分20秒 那再我們看我們的老黑 老黑一階段呢 打了39秒 所以這個爆發 還算是蠻夠的啦 那對了先說一下 他打前面這兩隻的時候呢 是並沒有開工會技能的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奇怪 怎麼老黑一階 打得比路西達還要快 因為他到老黑 才有開工會技能 好 那再來是二階段 6分30秒 3階4階 那大家先看一下這個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 下一個職業來看 就可以來做個比較了 下一個是我們的破風啊 他是七萬二祖鼠 475的B傷 95.86的無視 表宮有1億1437萬 那這個表宮跟祖鼠呢 都是只有開封珠的情況下 然後站著的時候 這是他的表宮跟祖鼠的部分 那破風的話 他們也是選擇會帶塔戒啦 雖然他是比較平凱 但是因為韓服其實沒有什麼太好的戒指 所以還是會選擇帶我們的塔戒 那路西達第一階段呢 就來到了1分28秒了 這個時間就看得出有些差距了 畢竟 嗯 破風比較沒有爆發嘛 但是到二階段的時候呢 可以看一下 4分51跟4分04 其實就沒有差距那麼那麼多了 那但是盾凱爾又差距變大了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我看影片的內容呢 他的瘋妖精的部分 還是會被小怪給分散掉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影響在這邊啦 所以破風打盾凱爾是比較慢一點的 但我記得改版有修正 只會打HP比較高的啦 但我也不太曉得啦 不太曉得 好那再來老黑 一階段就打得非常久了 打了2分42秒啊 跟這個39秒就差的非常多了 但是二階段呢 這個差距就稍微有hold住 但是三階段又往上再拉開了 那到四階段呢 又差距了快兩倍的時間了 這是破風的部分 那下一個是我們的烈焰巫斯 那他是748的主屬 519的B傷 B傷非常高 但是巫斯有點低啊 只有92.74 那表攻呢是1億1296萬 那他的測試並沒有打 瑞希達跟頓凱爾 反而是打了眼球 眼球打了6分半 所以呢 可以做比較 就只有我們的老黑啦 老黑一階又打了更久了 打了3分53秒 啊 雖然烈焰有爆發啦 有那個湯圓跟那個火症 但是 他本身無視比較低嘛 那加上他的爆發也不是到特別暴力啦 所以打的時間還是比較長的 那再來二階段呢 來到了10分22秒 那再來三階2325秒 已經跟破風差不多了 但是最後到4階的時候 呃 又比破風慢了4分12秒 總共是花了44分12秒 真的就是聖魂的兩倍時間哦 那至於為什麼會到4階段又差距變大了呢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因為破風本身有大減傷嘛 所以在4階段滿屏彈幕的時候呢 是比較好輸出一點的 那還有就是我們烈焰啊 他打爆發的時候呢 是並沒有減傷或者是無敵的哦 所以呢很難在4階段打出完整的爆發啦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原因 好 那再來是我們的閃雷 閃雷呢 他的這個主屬是76 769 將近77480的B傷 96.49的無視 那表攻呢是9087萬 那他打露西打一階是58秒哦 所以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爆發輸出的 那再來二階段的話 就來到了4分31 那頓凱爾打了5分45秒 那老黑一階段打了2分43秒 為什麼打這麼久呢 因為閃雷雖然是有爆發 但是我覺得他的爆發傷害呢 是並不足以可以一波秒殺老黑的啦 那韓服他們因為沒有現金道具 一波秒殺不了一階段的話 後面就得花比較多的時間 來做位移或躲招 所以要等到第二波爆發 才能比較安心的收掉 相比這樣看下來 這個聖魂的爆發 還是算比較足夠的哦 好 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這個二階段 打了7分38 哦 這個時間就慢慢拉回來了哦 那到三階段是25分30秒 那最後呢 四階段是45分42秒 哦 目前呢 我們的閃雷是打得比較慢的 那也正常啦 因為我們閃雷的平砍呢 是一直不斷的做連招的 那所以呢 三階要花時間去趴下 那四階呢 要去躲那個彈幕 因此呢 這個輸出的時間 是會被拖到的 所以我覺得打比較慢 也是正常的啦 那我們台服有天上的話 就那個趴下比較麻煩 那四階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沒啥問題的 畢竟你看 像我們的這個閃雷打盾凱爾呢 並沒有說打得特別慢 也是跟我們的聖魂啊 沒有差距太多的 對吧 好 那下一個我們的暗夜 暗夜的話 主數是754 那B商呢 來到了530B 非常的高啊 那五四是95.48 表公是1億 1938萬 那陸西達一階段呢 只打了35秒 但是因為這個暗夜 我說了 是韓國呼應測試的 他全程都有開工會技能 所以呢 大家要記得把這點 也給考量進去好嗎 那二階段只打了3分41秒 就是第二波爆發 一開就馬上結束了 那再來盾凱爾是3分32秒 那各位抱歉啊 那個前面啊 這個秒數打錯了 所以在介紹前面的時候 這個盾凱爾這個時間呢 我是打錯的 他的正確通關時間呢 是3分32秒 這個大家記得一下 所以呢 打的速度是蠻快的啦 畢竟他有開工會技能的關係嘛 那最後是老黑 老黑他的一階段呢 打了1分14秒 那我自己看他是差一點點秒殺啦 差一點 所以後面還要花時間去平坦 把他打掉 那但是二階就蠻快的 只打了6分45秒 那三階段呢 是16分44秒 那四階段呢 是25分44秒 為什麼會打個問號呢 因為他死掉了 在這個時候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他死掉的那個時間 是剛好開爆發的時候 那他的血量只剩下10% 那我有看他前面 四階段的爆發 一波呢 打個10多% 絕對是沒問題的 而且一瞬間 那個大手裡劍丟完 應該就打完了啦 所以差不多 也是25分鐘多啦 那這個是暗夜行程的時間 這5個職業看下來呢 他還是算比較快的 位居第二名 不過其實差距還蠻大的啦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 除了一二名呢 老黑打了20多分鐘 其餘的都要來到了40多分鐘 不過 因為老黑啦 他們沒有現金道具 所以這個差距 各職業差距可能會比較明顯 就取缺於他們的生存手段 那因為台服有現金道具的話 所以差距不會那麼大啦 所以可以看一下 頓卡爾以及路希達的 這個輸出時間 來去做比較一下 那最後呢 不得不提到我們的米哈裔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米哈裔他的機體是79000 喔將近快8萬了 主數非常的高 但是B傷只有428B啦 像是 跟上面的比起來是比較低的 那無視的話是95.86 表攻是7877萬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路希達一階段 竟然只打了50秒 只打了50秒就打完了 其實米哈裔呢 還是有一定的輸出爆發的 那二階段打了4分45秒 那頓卡爾甚至只打了4分37秒 哇 比我們的聖魂還要再快 那為什麼呢 因為頓卡爾非常多的 這個 會干擾你輸出的一些技能 那比如說各種異常狀態的球啊 甚至是頓卡爾本身的攻擊 那因為米哈裔呢 有格檔跟減傷的部分 所以其實米哈裔呢 可以換很多的時間來輸出 那其他職業 因為韓服沒有新進道具嘛 所以呢 必須要花一些額外的時間 來去躲一些招式 然後再來做輸出 但米哈裔可以不用 就是格檔輸出格檔輸出 那其他的可以靠減傷卡 所以米哈裔的輸出 在韓服呢是不錯的哦 因為他的生存夠好 還可以用生存 來爭取輸出的時間 那我們再來看到老黑 一階段甚至只打了48秒啊 所以米哈裔的爆發 我覺得是還算有的 那二階段呢 只打了5分05秒 三階段只打了12分25秒 到四階段只花了19分13秒 20分鐘一定就打完了 所以各位 米哈裔是所有皇家裡面 打老黑最快的 那當然啦 他的祖鼠比較高啦 但是他B傷比較低一些啦 那就是 這樣來來回回有這個輸出 其實大家應該是意想不到的啦 我說實在的 即使他的表功比較高 即使他的輸出比較高 我覺得大家 台服的大家應該也是 意想不到的 那再說一次啊 這個呢 韓服沒有進行道具 所以呢 他可以靠他的這個生存 來去爭取輸出時間 所以米哈裔在韓服 表現是不錯的啦 那般來台服 人人都有天上的情況下 我覺得就不會是長這樣了 好嗎 呵呵 就不會是長這樣了 所以這終究是韓服的數據啦 好不好 那這個是打王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就提到我們這個 練等的部分啦 那我們就先講米哈吧 那米哈 如果要提到練等的話 在台服就真的是比較不行了 不是說他練的很麻煩 說什麼要向精靈遊俠接來接去之類的 並不是 呃 只是說他擊殺數上不去啦 這也是劍士職業的一些通病啦 嗯 要練等 並不會到太難 太累 但是就是擊殺數會不高 這劍士大部分都這樣 所以米哈裔的擊殺數 並沒有到很高啦 所以練等的速度 並沒有說到特別快 但是呢 另外一個劍士職業 就是他的團員聖魂 呃 我自己覺得聖魂呢 在練等方面應該可以表現的不錯 除了有原先的這個太陽 呃 可以有大範圍的全屏 自動清怪以外呢 那還有這個太陽的被動 也是有大範圍的AOE嘛 那再來他新增了一個放置技能 呃 那個也是可以幫助你做清怪的 那還有這個小黑球的自動追怪呢 也是可以幫助你練等的 那最後呢 還有我們聖魂的招牌 宇宙大燒賣 嗯 有沒有啦 宇宙大黑洞啦 那宇宙大黑洞呢 就可以跟那個無轉的太陽 交錯著開 來去做這個清怪 那聖魂的平坎呢 也有做更改 那無論是太陽的那個範圍變廣 甚至他的月亮的平坎呢 變成是遠程攻擊 所以我覺得聖魂啊 他的這個 練等表現 我覺得是會不錯 可以期待的 那到最後呢 我會做各個區域的這個擊殺測試 我會再做測試給各位看的 好不好 那講到這邊呢 我們先對我們的團長 米哈翼 說聲 辛苦了團長 辛苦了團長 哎呀 這沒辦法嘛 雖然這個 米哈翼是團長啊 但是我們輕出於藍 更勝於藍啊 這沒辦法 啊不過打王的話 吼韓服的米哈表現還是不錯的哦 大家不要小看的米哈 嗯 只是台服的話就 嗯 OK 好 那再來我們的破風 那破風練等 我覺得就跟現在沒什麼太大區別啦 就是一樣 就站著練 那就靠風妖精的嘛 破風練等呢 表現一直都不錯啦 非常輕鬆 而且擊殺速是都蠻高的 所以破風練等也算是蠻快速的 那真的很輕鬆 真的很輕鬆 那烈焰巫師的話 各位 烈焰巫師的話 他的擊殺速其實也是很高的哦 甚至某些情況 我覺得是比破風還要高的 那再來閃雷練等的話 呃 這個就 不太確定 但我覺得應該是 表現不會太差啦 因為改版之後啊 他整個這個位移會再更順暢 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 我不確定啊 閃雷放到我們台服的延遲 這個情況下呢 能不能追上輪迴的生怪速度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 我覺得練等是會比現在好不少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暗夜啊 那暗夜的話呢 練等也是蠻不錯的 呃 除了有蝙蝠打怪以外 他還有放置技能 那無轉呢 也有範圍的AOE 那甚至呢 他還有這個分身 可以做交換位置的動作 暗夜這個看下來 我覺得應該也是要稍微跑圖啦 但是如果你這個 分身的位置放的好 那再配合著地圖上的傳點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做到輕鬆的練等 然後也有不錯的擊殺數的 這個可能就要去研究一下地圖的 這個傳送點的位置 以及你分身要擺放的位置在哪裡 好 那這就是以上練等的部分啊 所以基本上 除了米哈伊 我覺得不太OK 那閃雷的話要再看 其他練等 我覺得是都不錯的 喔是都不錯的 但最輕鬆的話 應該是破風 那最高的話 我覺得平均最高啦 應該是會 應該會是烈焰 那這個就是以上 打王跟練等的部分 那最後啦 稍微講一些生存方面啊 那聖魂的生存呢 我覺得是不錯的 開太陽 開關都有無敵 不說 那還有一個來回的左右位移 喔這個是新技能啦 也是有這個無敵的效果 那還有一個小位移 所以聖魂的機動跟生存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是都有的 那破風的話 就沒有所謂的無敵了 但是他相對的呢 他有這個嘲諷技能 以及大減傷 所以配合著台服的天上 我覺得生存還是可以 沒有問題的 那在烈焰巫師的話 他就是標準的 那個大範圍AOE 那一招也有帶無敵的效果 那其他減傷的 那個我就不是很了解 因為烈焰接觸的比較少 比較少 那閃雷一樣 噴那個金魚出來那一招呢 也是有無敵的效果 那加上本身的位移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閃雷的生存 也是可以有不錯的表現的 那暗夜呢 噢暗夜的話他比較特別 他有一個護盾 然後好像還會吸血 那他也有一個無敵的技能 但是他那個無敵技能 可能比較會偏向 綁著跟爆發的時候一起開啦 但是也沒關係 可以抓緊時間 爆發的時候開 至少可以多躲一招 是吧 還有就是 暗夜有這個位移啊 他有個小位移 那他位移的時候 也是會有隱身的效果 所以你用位移去撞掉落物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還有我剛說的嘛 這個分身可以換位置 所以對於這個機動性來說 暗夜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米哈一更不用說了啦 就是生存絕對沒問題 絕對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好那可能有人會問說 暗夜跟夜食者來做比較 那我必須老實講 無論輸出的話 還是夜食者的傷害比較高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夜食者呢 其實是可以說是 毫無生存可言啦 雖然上一次改版 有新增了兩個位移嘛 但是對於夜食者來說 還是蠻危險的啦 尤其是韓服的夜食者 如果在沒有創世無敵的情況下呢 又沒有職業榜對吧 所以打起來還是 是比較不舒服的 韓服的選擇就是 一直灌夜食者的傷害 一直灌夜食者的傷害 那暗夜就不一樣啦 暗夜除了有基本的傷害之外 他還有生存嘛 我剛剛提到的 護盾 吸血 位移 對吧 然後還有無敵 那甚至他還有職業榜 所以在有這些技能情況下呢 傷害當然是沒有辦法 跟夜食者比較 因為韓服是會考慮平衡的嘛 所以暗夜的傷害 是輸夜食者的 但是生存呢 是比夜食者好不少的齁 是好不少的 但是大家也不用擔心啦 暗夜的爆發也是蠻暴力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放的連結的影片 傷害我就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呢 跟夜食者比的話 還是會輸爆發啦 畢竟夜食者的爆發 還是全職業第一啦 如果閃頭有丟完的話 還是全職業第一的 這個沒有辦法 那你們說這個 夜食者什麼時候會加生存 之類的 嗯 我只能說 夜食者傷害變低的時候 就會加生存了 那你說暗夜傷害什麼時候 可以追到夜食者 那可能就是 暗夜砍生存的時候 他們都是這樣啦 有生存傷害就比較低 有傷害呢 生存就會比較低 這個都是相對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皇家改版的六個職業 的基本分析啦 也沒有到很詳細啦 畢竟 都是同一個人測的啦 那數據也有限 這個玩家啊 他並不是主玩皇家騎士團的 你們可能會說 可能玩的不熟啊 熟悉度的問題啊 可能會有所差異 啊當然這我知道 不過正因為 他並不是主玩皇家的嘛 所以 就熟悉度的問題 我覺得他皇家玩的都差不多 那韓國呼應也一樣 他甚至沒有玩暗夜的 所以 我覺得他們對於角色的熟悉度 是差不多的 但是 至少他們老黑四階段 再沒有任何道具都可以打完 還是有一定的基礎的啦 我是說認真的 老黑四階段 都沒有任何的現金道具 也可以打完 甚至還要打到45分鐘的 所以我覺得 他們也是有一定的操作水準的 所以 我就用這個數據來做參考 那你們可能會說 為什麼不去查詢 這個 專業面玩這些職業的人呢 那我只能說啊 韓服他們拍影片的時候 拍打王紀錄 他們都不放他的面板出來 所以 我也不知道 怎麼來做比較啊 對吧 而且韓服他們其實 打王的水平沒有像台服這麼高啦 你 照這個職業一收下去 撇除這些YouTuber開箱的影片 很多都只是打石烏代米安那些而已啦 所以能看到漆黑王的並不多啦 並不多 那有的又不PO機體 那我很能做個比較 那 所以只能靠這些YouTuber 因為他們要做影片嘛 一定會把機體公布出來的 比較好做個參考 那我自己呢 就會選擇玩我們的聖魂劍士 所以我說聖魂最強 就是這樣看下來的啦 無論是露西達啊 頓凱爾老黑啊 速度都是很快的 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那米哈翼當然是老黑更快啦 不過台服的關係嘛 所以我也不會選擇米哈翼 所以我會說聖魂 我感覺比較強勢就是這樣 那最後還有一點 因為我們台服呢 有先進道具 那還有一個最特別的 就是我們的萌獸 那我必須跟各位講 萌獸的效益 這個也是要參考一下的 那我來稍微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 皇家騎士團的萌獸效益 那聖魂雙中的效益呢 是直接40%全吃 那米哈翼呢 是31.6% 那烈焰呢 是26.7% 那再來破風呢 是29.1% 暗夜行者呢 是33.3% 最後閃雷呢 也是33.3% 所以大家知道 聖魂 終傷是直接全吃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 聖魂 應該會是 傷害最高的啦 在台服的表現 我認為啦 我認為 就這樣看下來 畢竟萌獸全吃嘛 那在韓服本身表現就不錯了 那在台服又萌獸的加成 我覺得表現應該是不錯的 那以上就是 王家騎士團 六個職業的簡單分析啊 還有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希望這部影片呢 對大家選擇職業有所幫助哦 那我們影片今天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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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就下部影片見囉 下部影片見囉 跟影片見囉 贏 把影片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